好 第五场比赛 中国速度赛马大师赛 邀请赛 1600名的比赛 马匹入战完毕 比赛今天开始 邮局们准备出发吧 好 闸门打开 没有马匹万闸 现在是内蓝马匹1号码中力百合 超市领先 现在是已经被超了过去 现在本场比赛第一位是5号码文学家 第二位红色彩毛是3号码金刚狼 现在内蓝第三位的是1号码中力百合 本场比赛第四位是蓝白相间的6号码红青春乐 接下来是天翻马行的4号码 富安风宝本场比赛 外蓝可以看到是10号码宝城之宝 马匹已经在过完的中段 然后是全黄衣黄帽是8号码山战本场比赛倒数第二位 现在马匹已经来到了后边的赵 三连本场比赛最后的是9号码合力奇迹 现在是一个马位领先 在前的就是1号码中力百合 紧接着第二位是3号码金刚狼 我们可以看到后边的大部队是慢慢地赶在上来 在外蓝可以看到白色彩毛的7号码金销 现在已经赶到本场比赛第三位 内蓝可以看到是4号码富安风暴 也是超了过去 现在是本场比赛的三四名之间 第五位本场比赛可以看到是2号码月龙金销 马匹开始过第二关到了 现在本场比赛第6位的就是10号码宝城之宝 再往后面可以看到就是8号码山战 后边的几位可以看到有第8位的是5号码文学家 赞列本场比赛最后的两位是可以看到 有6号码红青春乐以及9号码合力奇迹 现在我们看到本场比赛第一位 现在是多匹码是交替领先 内蓝可以看到依然领先就是1号码中的百合 旁边可以看到白色彩马的金销 也是慢慢地赶来上来 外蓝还有2号码月龙金销 最后的250米的直线中字 多匹码赶来上来 内蓝还有4号码富安风暴 最后的250米现在是白色彩马的金销 排在本场比赛前面 最后的两位米稍稍领先在半个码位 但是2号码军龙金销林并不放弃 两匹码差距非常小 在一个码头左右 现在是金销斗月龙金销林 谁能获胜呢 两匹码就是叮当马头本场比赛非常难确定 非常非常难确定